欢迎大家收看拜登-习近平三番式峰会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习近平要来了 旧金山开始聚集各路人马 欢迎加抗议 中美援手旧金山会晤释放三个重磅信号 和立峰一轮物十小时达共识 请大家收看 解码中国 习近平和拜登如何找到共同点 德国之声 德国之声中文网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拜登 将于11月11日至17日 在美国旧金山市举行的亚太金河组织 APEC峰会期间举行会晤 想必届时为他们摄影的记者 将是亚历山大 亚历山大 这张照片将展示在经济和安全政策方面 互为竞争对手的两个国家之间眼下的关系 这关系可是非同小可 如果两国不合作 就无法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 媒体和公众将仔细观察这两个人的面部表情 姿势和整个场景 以解读两国之间的关系 不过 至少他们的身体将近距离接触 拜登身高1.83米 习近平身高据称在1.80米左右 但这并不能完全确定 因为中国对待这些信息 就像国家机密一样 习近平和拜登上一次会晤 是2022年11月 在印尼巴黎岛举行的G20峰会上 在那以后 双方一直保持着活跃的政治磋商 但这两个人 并没有直接面对面地交换过意见 莫卡托中国研究所Marex首席分析师 莱加达Helen Aligarda说 习近平和拜登将讨论当前的问题 这一点相对明确 但是他们能否达成共识还不确定 这次峰会可能不会有太多成果 紧号紧号紧号政治制度上的相互对立 中美关系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政治体制的对立 中国是一党专制国家 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中国政府表示 要在2050年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 中国希望到那时 能够取代美国成为全球超级大国 作为一个共产主义国家 中国在冷战期间 与西方阵营进行了数十年的斗争 但未能取得成功 美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和民主国家 则希望捍卫自己的地位 两国在多个层面展开激烈竞争 经济是一个方面 尤其是半导体 数字化和人工智能等高科技领域 但地缘政治利益也不遑多让 中国希望与非西方国家结盟 重塑目前由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 归根结底 问题在于谁将主导21世纪的意识形态模式 是共产主义专制还是资本主义民主 1972年 在尼克松总统的领导下 美国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 在过去几十年中 两国关系经历了快速发展 尤其是自1978年 邓小平提出改革开放政策以来 紧号紧号紧号 经济贸易上的相互依存 中国凭借其强大的经济实力 与其他国家建立了密切的相互依存关系 中国巨大的市场 吸引了众多来自欧洲和美国的投资者 他们带来了资金和技术知识 例如 2022年 德国大众 宝马和梅塞德斯 奔驰等汽车制造商 平均35%的收入来自中国 与此同时 中国还在非洲 中亚 拉丁美洲 以及阿拉伯世界 进行了投资 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 又称新丝绸之路 就是其中一个突出的项目 一带一路倡议 有两条贸易路线 一条是陆路 另一条是海路 中国还在由主要新兴经济体组成的金专家集团中 发挥着领导作用 金专家集团 最初由巴西 俄罗斯 印度 中国和南非组成 目前正在扩大 又增加了六个成员国 目前大约有40个国家 表示有兴趣加入 德国杜伊斯堡 埃森大学教授 中国经济研究专家陶博 Marcus Tov说 中国正在实施一种 试图利用经济杠杆来在与其他国家的外交关系中 实现自己政治目标的国策 陶博教授上周在杜塞尔多夫举行的德中商界会议上说 中国希望在全球体系中拥有更大的影响力 同时也在提出这样的要求 因此 中国与西方世界的对立越来越多 我们正在经历利用经济国策 作为追求更高国家目标的工具的复兴 美国智库大西洋理事会认为 经济国策是只利用金融、监管和经济工具来实现外交政策目标 警号警号警号以贸易促转变并不尽如人意 据有讽刺意味的是 最初是西方希望通过经济国策实现政治变革 尤其是在20世纪90年代 当时德国的流行语事 Wandel-Handel以贸易促转变 德国的秩序理论家们认为 没有自由的社会模式 复杂的经济就无法运行 以贸易促转变将启动一个协调的进程 陶伯指出 今天我们可以看到 这种观点并不完全正确 中国已经证明 资本主义和专制制度可以成为绝配 莫卡托中国研究所首席分析师莱加达说 西方国家面临的巨大挑战和长期担忧是 中国已经表达了改变当前全球秩序、规则、价值观和原则的勃勃野心 决议令其更加符合自己的利益 以美国为首的七国集团 G7是一个由七个工业化国家组成的自由民主集团 德国也是其成员之一 该集团表示愿意与中国就全球挑战和共同利益领域开展合作 11月8日 七国集团外长在日本举行会议后发表声明 声称我们认识到坦诚接触和直接表达关切的重要性 愿意与中国建立建设性的稳定关系 在习近平访美之前 人们呼吁拜登总统对中国在周边海域和其他地区的挑衅行为做出更果断的回应 但是尽管双方在制度上存在竞争 要是中美两国克服共同的挑战 就必须建立务实的联盟 在这场宏大的竞争中 西方也在努力寻找志同道合的伙伴 德国外交长贝尔伯克在启程前往东京之前说 作为民主国家 只有当我们在全球各地的朋友感觉得到我们严肃对待的时候 我们才能在与专制势力的系统性竞争中站稳脚跟 何立峰耶伦务10小时达共识 星岛日报 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拜登铁定周三 15日在三藩市会晤 提前抵达三藩市的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 当地时间9日至10日和美国财政部长耶伦举行了多轮会谈 达成三项共识 同意加强沟通 管控分歧 不寻求经济脱钩 双方牵头人将定期直接沟通 耶伦应邀明年再度访华 外电报道 习拜会前夕 中方上周大量采购多达300万吨的美国大豆 营造良好气氛 中国外交部前晚10日宣布 习近平将于周二至周五 14日至17日复三藩市举行中美援手会晤 同时应邀出席亚太金河组织 APEC第30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 白宫也证实 习近平和拜登将于15日举行一年来的首次会晤 耶伦应邀明年再度访华 身兼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的何立峰 8日提前抵达三番市 连续两天与耶伦会谈 随行的中国财政部副部长廖民 在吹风会上表示 两人举行了多轮会谈 并共进工作晚餐 会谈时间累计达10个小时 目的是为稍后的元首会晤 做好经济成果准备 廖民表示 会谈坦诚 务实 深入 富有建设性 双方达成三项重要共识 一是同意加强沟通 寻求共识 管控分歧 避免误解意外 导致摩擦升级 欢迎成立由副部级官员 牵头的中美经济 金融工作组并举行会议 双方牵头人 同意定期直接沟通 二是双方强调 不寻求经济脱钩 欢迎发展健康的经济关系 为两国企业和工人 提供公平竞争环境 三是同意一道 努力应对共同挑战 包括经济增长 金融稳定和监管 同意就气候变化相关经济问题 低收入和新兴经济体债务问题合作 同意强化国际金融架构 廖民表示 中方就美国对华双向投资限制 制裁打压中国企业 对华出口管制 对华加征关税等明确表达关切 要求美方切实以行动予以回应 中方还应循介绍 对乌克兰危机 巴以冲突的立场 何立峰还与中资美资企业代表座谈 耶伦在记者会上说 我与副总理何立峰谈到我们的目标 建立健康的经济关系 但同时强调 美方劳工阶层和企业均必须得到公平待遇 美方会以经济手腕 保障美国及其盟友的国家安全利益 及关注中方对石墨及其他关键矿材的出口管制 美国财政部声明称 耶伦还向何立峰强调 中国企业绝不能为俄罗斯军工部门提供支持 继今年7月之后 耶伦表示期待明年再次访华 彭博社引述全球大型农作物贸易商的消息 指中国在上周二及周三紧急采购300万吨美国大豆 似乎是为元首会晤营造良好气氛 另外 正在日本访问的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朗表示 以致函中方希望重启两军沟通管道 相信习拜会期间会释出一些信号 美大选年将至 稳定关系力两国 星岛日报 习近平和拜登铁定在三藩市再度会面 也是习近平六年多来再次访美 过去一年 中美关系继续受台湾问题 经贸纠纷 南海争议等而一波三折 但总算管控分歧 未止于撕破脸 多名中外专家都预期习拜会不会有惊喜 中方在核心问题上不可能让步 美国也无意改变对中国的看法 这次峰会若能把一年来偏离正轨的中美关系重新纠正 包括恢复军事沟通等 已算达到预期效果 北京环球时报前总编胡锡进在微博表示 在过去几年的摩擦中 中美对彼此的实力和能力都有了更加客观的了解 美国压不垮中国 双方也承受不起彻底的摊牌 这位美方激进势力的疯狂实际设置了某种底线 华盛顿应该有所感悟 在一定程度上稳定中美关系 对美方力大于弊 在政治上对美国的执政党来说尤其如此 胡锡进 美国压不垮中国 中央社引述华盛顿智库德国马歇尔基金会学者葛莱伊认为 中方希望并需要稳定的中美关系 并试图要求美方让步 特别是在台湾和科技议题 美国则希望透过对话管理分歧 并与双方利益重叠的领域合作 尤其拜登即将进入大选年 对华关系趋稳符合美国利益 他预计习拜会最大交集 不外乎承诺保持对话管道畅通 并恢复气候和禁毒等领域合作 这是可期待的最好结果 去年11月的巴黎习拜会上 拜登在台湾问题上表明不支持台独 也不支持两个中国一中一台 但会谈后不久就启动连串对台军授案 韩国全球战略合作研究院院长黄仔浩 撰文指出 美国需要明确其对华政策 不应反反复复 降低因为自身的不确定性 给国际社会带来的风险 台湾陆委会副主委詹志宏昨日说 会密切观察习拜会 有信心台美关系不受影响 美官员 拜登将促习近平恢复军事沟通 联合早报 华盛顿旧金山综合店 随着中美关系回温 美国财长耶伦重申 美国愿与中方加强沟通 美国总统拜登则预料会在下个星期 会见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时 敦促恢复中美军队之间的沟通 据金融时报报道 美国官员星期五11月10日透露 中美两国领导人将商讨广泛课题 包括重击两国军事通讯渠道的可能性 中国在去年时任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 访问台湾后 便关闭了这一沟通渠道 一名美国官员说 总统拜登决心采取必要措施 恢复中美军事领域的核心沟通 拜登也将向习近平表达 他对中国在台湾周边危险和挑衅军事活动的担忧 预料也会和习近平讨论俄乌战争 美官员激烈竞争需激烈外交来控制局势 以防演变成冲突 美国官员强调 习拜会并不意味美国改变对华政策 而是明白中美需要有效的沟通渠道 官员说 激烈的竞争需要激烈的外交来控制紧张局势 以防竞争演变成冲突 外交是我们消除误解 发出信号 沟通 避免意外 以及解释美国竞争举措的方式 拜登和习近平将在出席亚太经济合作组织 APEC首脑峰会之前 于下星期三 15日 在旧金山湾区会面 这将是他们去年11月 在巴厘岛的20国集团G20首脑峰会见面后再次会晤 耶伦与何立峰会谈 同意美中加强经济沟通 另一方面 美国财长耶伦星期五 同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 在旧金山举行两天会谈后 在记者会上说 他们同意就经济课题加强沟通 耶伦指出 他与何立峰进行坦率 直接和富有成效的讨论 相信这次会谈 让中美关系处于更坚实的基础 再向前迈出一步 也有助为习败会奠定基础 耶伦再次强调 美国无意在经济上与中国脱钩 但希望为美国企业和劳工 提供公平的竞争环境 耶伦说 脱钩对美国和中国都是有害的 也会使全球不稳定 但健康的经济关系 需要美国工人和企业得到公平对待 耶伦警告中国物卫额提供物资 中国中美合作前提是 平等相互尊重 耶伦也提醒何立峰 中国应该取缔提供物资给俄罗斯的中国企业 他说 美国财政部掌握的证据显示 尽管面对西方制裁 中国企业和银行 可能还在为俄罗斯在俄乌战争中使用的设备 提供援助 他警告 如果这些公司这么做将面临严重后果 中国副财长廖明星期五在旧金山的吹风会上 介绍何立峰访美情况时指出 中美达成了三点共识 一是同意加强沟通 寻求共识 管控分歧 避免误解意外 导致摩擦升级 二是强调中美不寻求经济脱钩 三是同意携手应对共同挑战 包括经济增长 金融稳定和监管 廖明说 中美之间的互利合作动力强劲 基础雄厚 空间广阔 但前提是平等和相互尊重 他表明 希望中美相向而行 采取切实行动 为维护和发展两国经济关系 创造必要条件 耶伦已接受何立峰的邀请 将在明年再次访华 进行中美经济官员的定期接触 中国民运人权团体旧金山 举行车队游行抗议习近平暴政 美国之音中文网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将于11月15日抵达美国旧金山 参加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D峰会 并与美国总统拜登会晤 以及会见美国商界高管 周五 来自全美各地的中国民运人权团体 在旧金山湾区汇集 举行车队抗议游行 表达要求自由民主的诉求 抗议习近平的暴政 20辆车组成抗议车队 穿行旧金山湾区多座城市 2023年11月10日下午3点 中国民族教育基金会 人道中国 中国人权 中国民主党 香港人会馆 加州自由雕塑园 亚洲女性难民艺术组 中国民主人权联盟 和民主阵线等民运人权团体 近20辆车 在旧金山东湾海沃德市集合 然后穿行旧金山湾区 途径奥克兰市 APED会场 旧金山中国城 中国驻旧金山总领事馆 最后到达金门大桥 车队一路鸣敌抗议 游行直到晚上7点 陈维明先生是车队游行 发起人之一 加州自由雕塑公园负责人 他在游行事实中说 我们要用行动 向到旧金山参加 APED会议的习近平 这个世界上最大的独裁者 发出我们的怒吼 我们不允许独裁者 习近平在美利坚 这片自由的土地上撒野 我们将在这里事事出发 中国民族教育基金会 主席方正的车 挂着美国国企打头阵 陈维明先生 载着中国民主自由女神像的 皮卡车紧随其后 中国民族教育基金会主席方正 告诉美国之音 在欢迎APED会议的同时 要听到另一种声音 就是海外的华人群体当中 是有相当大的一部分人 是反对习近平 反对中共政权的 我们要让参加 APED会议的各国首脑 了解到这一点 而且我们也在唤醒 中国城和旧金山势力的 其他市民 到时候我们会有一个 更大的抗议活动 来表达我们对习近平 对中共政权的不满 中国民主人权联盟 和民主阵线负责人 车队抗议游行发起人之一 金秀红女士对记者说 国内讲真话的人 都受到了各种各样的迫害 所以海外的人 必须把我们的声音发出来 为国内的人发声 让国内人听到 特别是让习猪头 听到我们的声音 听到我们要人权 要自由 要国内那些讲真话的人 能够释放出来 要求释放所有政治犯 宗教犯 人权律师 我们要大声地为他们发声 抗议习近平和中共的独裁统治 陈维明 反对与中共勾兑 美国总统拜登 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将在下周亚太金河组织 APED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 举行会晤 陈维明警告 世界上最大的独裁者习近平 到访美国这块世界上 最自由的土地 不是什么好事 西方的政要 为了经济利益 把中国这批恶狼养大 西方吃了很大的亏 不可能有公平的经济上的交易 更不可能有政治上的平等对话和安宁 现在俄乌战争 巴以战争也得到了习近平和中国的默许 和背后支持 中国共产党是世界混乱的源头之一 我们这次车队抗议游行 是想向美国人宣讲 中国一直在对美国进行渗透和破坏 西方必须对中共有清醒的认识 认识到中共是世界上最大的犯罪集团 他们给世界带来病毒和瘟疫 给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带来灾难 参加抗议习近平暴政车队游行的许多汽车 车身贴着驱逐马列 NCCP EVOCCP China 无人权 无贸易等抗议标语 很多车的车头车尾 贴着习近平Virus 猪头治国 中共病毒等漫画 还有人穿上中国大白的衣服 手拿巨型棉签表演 抗议习近平三年封城 残害中国百姓 扮演大白的政委 对美国之音说 在过去的三年中 我看到了很多人 因为中共实施疫情封控 造成人民生活艰难 食物匮乏 挨饿 缺义少药 导致很多人死亡 出现乌鲁木齐公寓 大火烧死人 这样的人为灾难 所以我们祖孙三代八口人 历经两个月 从南美走线来到了美国 这次APEC会议 我专门从洛杉矶赶到旧金山 和民主人士站在一起来 抗议习近平和中共的暴政 耿和 我们的卑微要求 是给高智晟打的电话 人权律师吴绍平说 中共当局将人权律师 高智晟和唐吉田 强迫失踪 就反映了中共毫不在乎人权 就在前几天 唐吉田律师 又被中共当局 强迫失踪了 这件事情 就发生在习近平 即将赴美国参加 APEC会议的前夕 中国民运人权团体 必须抗议中共暴政 呼吁中共保障人权 结束联合国 明文禁止的强迫失踪 中国著名人权律师 高智晟的妻子 耿和女士表示 高智晟已经被中共 强迫失踪了六年零三月 我在美国经过各个人权机构 美国国会听证 但高智晟一直没有消息 国内的家人 也没有他的消息 这一次参加抗议 我的诉求 就是希望知道高智晟在哪里 希望中共让高智晟 给我们打一个电话 六年零三月了 这是我们家人 多么卑微的一点要求 如果中共认为 高智晟有罪 可以以中国的法律 去公开审判他 而不是偷偷摸摸地 强迫失踪 习近平在旧金山开 APEC会议的每一天 我都会来抗议 中国驻旧金山总领馆 如临大敌 当抗议习近平 暴政的游行车队 开到中国驻旧金山总领事馆时 发现中领馆的门口 便一密布 中国驻旧金山总领事馆周围 也有很多美国安全部门的车 估计是和上个月 有人开车 撞入中国驻旧金山总领事馆的 调查相关 有一部分车队上的抗议者 下车到中领馆门口抗议 中领馆的工作人员 立即当着游行队伍的面 用大巴车把中领馆的正门挡住 并且不允许游行队伍停下来拍照 甚至不允许记者在人行道上采访 抗议者于是举牌为中领馆走动游行 他们呼口号 习近平下台 结束一党专政 实行自由民主 习近平滚出去 不要谎言 要尊严 不要领袖 要选票 不做奴才 做公民 抗议游行车队 也围着中国驻旧金山总领事馆 鸣笛游行了几周 有路过的车辆也一起鸣笛 支持抗议车队 中国驻旧金山总领事馆门口的 中共便衣非常紧张 直到抗议游行车队离开 他们才进入总领事馆 德与媒体 败习会两个大国的对决 德国之声 德国之声中文网 中国外交部周五 11月10日终于确认 其领导人习近平将在 APEC峰会期间 与美国总统拜登会晤 明镜在线周六 在题为大国峰会的文章中评论道 用糟糕 还不足以形容美中关系 多年来 包括在拜登的任期内 两个大国的关系一直不友好 其中 持续不断围绕台湾议题的争端 以及疑似中国间谍气球的事件 皆使双边气氛恶劣 在旧金山的亚太金河组织 APEC亚太峰会期间会晤 可以被视为拜登和习近平为稍微缓和局势所做的努力 尤其是习近平其实无法承受与长期与美国陷入纷争导致的后果 他需要与美国和西方进行经济贸易 以维持中国陷入困境的经济 拜登则奉行一句古老的格言 您动口不动手 他希望稳定两国关系 从而防止与中国的竞争演变成真正的战争 例如在台湾问题上 毕竟美国总统已经有够多的事情需要操心 德国经济周刊发表文章《大国的对决》 探讨了美中两国对当前冲突的不同看法 并提到他们在全球问题上的对立立场 美国认为中国在解决当前全球危机方面是一个阻碍 而中国则将自己定位为对全球问题做出建设性贡献的国家 习近平最近在讲话中提到美国时 总是提到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 这其中既有认可 也有自我赞扬 但最重要的是 这是事实 美国和中国之间的关系构成了世界地缘政治的基础 他们如何看待当前的冲突 如何评估合作的机会和对抗的风险 这些都是世界政治的关键问题 因此 再就金山的会晤不仅仅是一次握手 这就是为什么了解彼此的观点如此重要 作者指出 无论是中东问题 乌克兰问题还是南海问题 美国和中国目前在世界各大冲突中都处于对立面 从美国的角度来看 北京是解决目前全球危机道路上的障碍 习近平给人的印象是 站在莫斯科一边 拒绝劈提哈马斯 对台湾和菲律宾等美国伙伴显得越发强硬 因此 华盛顿的担忧不无道理 如果拜登和习在旧金山会面 缓解紧张局势很可能成为首要议题 文章接着从中国的角度出发写道 虽然美国将北京视为战略威胁 中国领导层的看法自然不同 他一再认为 美国过去卷入了许多冲突 导致了不稳定和混乱 相比之下 中国正试图将自己定位为一个为解决全球问题做出建设性贡献的国家 即使这一信息在西方没有引起共鸣 但中国政府在全球南方的表现却尤为成功 中国对俄罗斯的支持收获那里的许多国家的好评 新苏黎世报在美国希望更好的处理 与中国的困难关系一文中引述白宫人员指出 对拜习会不能抱过多的期望 作者Renzel Roth写道 在与中国打交道时 拜登奉行的是与其前任特朗普类似的对抗政策 尽管他在言辞上相比特朗普较为缓和 这位民主党人经常强调 美国正处于与中国的直接竞争中 而且不仅限于经济政策问题上 然而 华盛顿并不寻求冲突对抗或新冷战 拜登顾问称 我们的中国政策并没有改变 文章写道 拜登将在与习近平的会晤上传递这一信息 并与习近平共同努力解决近几个月 来令这两个大国感到不满的一系列问题 包括台湾议题 美国将向中国强调不支持台湾独立 并坚持维持现状 据华盛顿称 会谈结束后不会发布联合公报 拜习的谈判代表在准备会晤时 似乎并未就可能的工作成果达成一致 拜登政府的雇员在电话会议中已经警告 不要对会谈抱有过高的期望 此次会谈不能与之前的峰会对话相提并论 那么该如何判断此次败协会是否成功呢 文章给出的答案是 如果在与拜登的会谈后 习近平同意重新启动中美军事关系 并让军方能够直接交流 2022年8月 在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台后 中国切断了两国军方的沟通渠道 白宫认为 如果军方代表未来能够直接交流 将是绝对关键 摘编自其他媒体的内容 不代表德国之声的立场或观点 Copyright 2023年德国之声版权声明 本文所有内容受到著作权法保护 如无德国之声特别授权 不得擅自使用 任何不当行为都将导致追偿 并受到刑事追究 中国媒体 中美元首旧金山会晤释放三个重磅信号 联合早报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确定赴美国旧金山举行中美元首会晤 有中国媒体称 这释出至少三个重磅信号 包括美方高度重视这次峰会 中美将讨论众多重大问题 以及成果值得期待等 据有中国官方背景的微信公号 牛弹琴星期六 11月11日发文称 毫无疑问 这是11月世界最重大外交事件 没有之一 因为两个世界大国的互动 关系到世界的和平与发展 前途和命运 文章分析 第一个信号是美方高度重视这次峰会 根据中国外交部发布消息时的表述 是先说了元首会晤 然后才是APEC峰会 文章引述知情人士说法称 美方发出两个邀请 邀请中国领导人出席APEC峰会 此外 还专门单独发出邀请 邀请中国领导人参加两国元首的正式会晤 按知情人士分析 这次两国元首会晤 不是在APEC期间的一次普通会面 而是单独的专门的一次会晤 外交五小事 这样的安排 更充分说明 美国对这次会晤的高度重视 第二个信号是中美将讨论众多重大问题 文章引述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提到 两国元首将就事关中美关系的战略性 全局性 方向性问题 以及事关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沟通 文章研判 这包括但不限于中美经贸摩擦问题 美国科技打压问题 台湾问题等等 其中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 是中美关系政治基础中的基础 两位元首肯定会重点谈 另外像半岛问题 乌克兰问题 还有巴以问题 肯定也会谈 所有这些问题 关系到中美关系的走向 也关系到世界的和平与发展 文章特别提到 中美官员在峰会前夕 以频繁互访磋商 按照外交惯例 应该在一些具体问题上 中美已经达成了某种默契 取得了某些进展 当然 最重大最关键的问题 肯定还是在中美元首会晤中拍板 第三个信号 则是会谈成果值得期待 文章分析 肯定有各种挑战 甚至不排除世界诱出黑天鹅事件 但从目前的种种迹象看 元首会晤成果值得期待 比如美国对华态度最近也在微调 一些表态积极了不少 这展现了美国希望稳定和发展美中关系的 积极意愿 最后 文章归纳对此次元首会晤的几个观察点 首先是要敢于斗争 更要善于斗争 善于斗争 善于博弈 这才是外交高手 其次是听其言 更要观其行 对于美国的说一套做一套 中国肯定早有领教 更要有所准备 中国讲究言必信 行必果 说了就要做到 做不到就不要说 比口号 更要比行动 谢谢大家收看以上节目 这是我们的编辑团队 为大家搜集 整理的 认为有价值的信息 观点 但是并不一定代表我们立场 不作为任何行为的建议 欢迎大家为我们的节目点赞 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 谢谢